紐約地鐵入站前 男子無故將女子拋下路軌 警方公布令人震驚的視頻 正在尋求公眾協助 追捕視頻中無故在地鐵站襲擊他人的男子 紐約警方星期二發布一段罪案視頻 顯示在星期日下午的4點40分左右 一名男子在Manrose路段的Box地鐵站內 走到一名52歲的受害者旁邊 突然將他高高抱起 然後在眾目攜攜之下將他調到路軌 這個時候離地鐵入站不到30秒 情況非常危急 所向現場有稍為敏捷的旁觀者迅速採取行動 將該名女子拉回到平台 才避免被地鐵撞到 受害者鎖割骨折以及手臂頭部被割傷 之後被送往林肯醫院醫治 目前情況穩定 紐約警局懸賞3,500元追捕嫌疑人 警方呼籲任何人士如果有嫌疑男子的訊息 請撥打滅罪熱線 電話是800-577-8477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